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代贼王叶继欢在监狱里边病逝了 而第四代贼王张子强在多年前就被大陆警方给处决了 张子强和叶继欢的犯罪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就终结了 但是他们的余党却在1997年之后继续在大陆疯狂作案 欠下了一笔一笔的血债 1997年7月25号 湘潭市邮电局职工唐某跟两个同事 沿着107国道向长沙方向对地下电性光缆 进行一年一度的查验 在岳唐区和唐乡 当他们打开378号井盖的时候 一股让人呕吐的腐败气味扑鼻而来 什么东西这么臭啊 唐某没有多加考虑 强忍着恶臭下到井里边一看 要了亲命了 有个死人 湘潭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在接到岳唐区公安分局的紧急报告之后 派人火速赶到现场 他们发现呢 井里边一共有三具男性尸体 都是全裸状态 由于搁在这时间太长了 尸体已经蜡化 根据检验呢 尸体头部或者胸部有外伤痕迹 死者的年龄都在20到30岁之间 死亡的时间在半年以上 这个案件被定为725大案 湘潭警方随之组成了精干的力量 联合重点侦破 这个案件被公安部和省公安厅 列为督办逼迫的大案 第一步呢 就是要弄清楚死者的身份 几天之后 办案民警在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找到了一份来自湖北省松思市的 寻人启事 这上面说 松思市沙盗关镇 个体车主夏长军 司机王荣和货主秦奎林 于1996年12月2号 运送一车活猪到广州 12月3号 转运一车价值8万元的家具返回 12月4号晚上8点 在湘潭县白石铺镇 一个路边店吃完晚餐之后 失踪了 他们所驾驶的 恶地欧2444淡绿色东风 五吨平头柴油火车 还有车上的货物 也都全部知去向 松思方面接到通知之后 来人辨认尸体 他们认定 这三具男性尸体 正是他们要寻找的人 望着三堆几乎成了白骨的尸体 家属们抱头痛哭 为了发现线索 湘潭刑警五下广东 四上湖北江西 但是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如果能够找到被抢走的大货车 那就会有重大的突破 于是一份一份的协查通报 发向了107国道沿线 还有临近的地区 1997年3月 长沙县供销商商 在广州买了一批 价值88万元的家用电器 委托给几个开大货车的湘潭人乘运 在返回的途中 车主以驾驶室拥挤为由 劝说押运的业务员 你坐一个别的车回长沙 可是业务员回到长沙好几天了 仍然不见货物运过来 一查呀 这货物被劫走了 同年的8月 这个案件的5名犯罪嫌疑人 还有销赃的人 被长沙县公安局抓获 只有司机田国强趁机逃脱 经过调查 湘潭县江鱼镇石安村 27岁的村民田国强 勾结同县昭潭湘的刑满释放人员 杨正斌等人 在1995年10月以来 利用假身份证 假汽车牌照 假行驶证 假驾驶证 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海市一带 以替货主运货为名 设法摆脱货主 将车上货物 运往广州汕头 本省湘潭等地消货 他们先后作案十多次 诈骗金额数百万元 后来 诈骗主犯杨正斌 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他几名同案犯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98年10月26号 诈骗首犯田国强 被湘潭市公安局 特警大队侵获 第二天 被移送到长沙县公安局 湘潭警方没有想到 田国强正是725 特大抢劫杀人案的 作案者 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田国强和杨正斌 居然是世纪大贼 张子强的余党 11月4号 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 邓勇 特警刘明华 前往广东海丰县 就一起诈骗案 取赃取证 在和海丰警方的闲谈过程中 对方提到他们抓了一个叫陈乐的本地人 这个人呢 是海丰县一个抢劫团伙的主要成员 抢劫团伙的头子叫陈刚 据陈乐交代 在1996年底到1997年初 陈刚曾经和人在湖南 抢劫了一辆东风大货车 东风大货车 邓勇马上就想起来了 725特大案件中的三个湖北松资人 不是也开一辆东风大货车吗 而且这俩事在时间上他吻合呀 邓勇赶紧打电话 把情况反馈回湘谈 725案件的办案人员 随后又把有关的材料传真到了海丰 在海丰县的一个汽车修理厂的空地上 邓勇等人找到了那辆东风大货车 这辆车呢 只剩下车厢 发动机等等其他的部件 都被拆铃卖掉了 经过辨认车架 邓勇的心里大喜 这正是湘潭被劫的那辆 用于运租的大货车 陈乐又交代 这个车是陈刚和湘潭人田国强 周德刘等人从湖南弄来的 陈刚曾经对他说 这台东风车是用三条人命换来的 1998年11月24号 受押于长沙的田国强被押回湘潭 同时办案民警发现 那个外号叫周德流的人呢 就是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杨正斌 725大案的首要犯罪嫌疑人陈刚 是世纪贼王张子强 以及黑帮头子叶继欢 陈志浩的马前卒 先年29岁的陈刚 是海丰县海城镇人 曾经化名陈孝刚 陈胜龙 李文香 外号叫阿龙 还有叫阿光的 初中辍学之后 曾在河南松山一个武术馆里边学过 这人呢 举止斯文 但是内心歹毒 有一回走私汽车闯关的时候 他还竟然向警车开枪 从小的时候啊 陈刚就和张子强 他们私混在一起 养成了他杀人不眨眼的 这么一种虎狼个性 为了效忠匪首业继欢 他购买了三把五四手枪 和三把五六式冲锋枪 除了留下一支冲锋枪自己用之外 其余的都送给了叶继欢 之后呢 他参加了叶继欢策划的 发生在深圳 广州的两起绑架案 关于这几个案件 请听我的另一个专辑 《大案实录》 一哥张子强 那里边有详细的叙述 今天呢 咱们就说他这几个马仔 在陈刚的身边 也聚集着一帮歹人 陈乐就是他得力的干将 他们在一起干出了一桩一桩 一件一件 让人发指的罪恶勾当 1997年6月到12月 他们利用下半夜车少人稀之计 驾驶租来的轿车或者是面包车 在车顶上放置稀座式的警灯 他们穿着迷彩服拿着冲锋枪 以公安查车为名 威逼货车的私承人员下车 接受检查 然后对他们进行捆绑 用胶部封住眼睛 封住嘴 然后大肆的劫掠 据不完全统计 他们先后杀死五人 结得财物价值 达四百多万元 那可是97年了 这伙人当中 还有一个乡谈人叫李克俭 一个诸州人叫黄毅 黄毅曾经给张子强开过车 那田国强杨正斌又是如何跟陈刚 纠合在一块的呢 原来湘潭县塔岭湘 有一个全师啊 在海丰县开了家武馆 不久之后就认识了陈刚 而田阳二人则是此前与这名全师就相熟了 在全师的介绍之下 田国强杨正斌和陈刚 仨人臭味相投 从而结成了张子强犯罪集团的外围成员 在去年初 经过疯狂作案之后 陈刚一伙为了逃避打击 商议啊 暂时离开广东 他们就来到湘潭 在湘潭县全堂子农技站 特种养殖厂租了三间房 大摇大摆就住下来 陈刚还曾经向张子强建议 让张子强伪装成香港老板来湘潭投资 在湘潭呢 陈刚一伙那是一掷千金呢 过起了悠哉悠哉的日子 他们和湘潭军区军械所一个军官结为了朋友 并且在这个军官的家里边住了二十多天 这个军官还为他们提供了三百多发子弹 接下来咱们说湖北籍的三名死者 如何被陈刚一伙杀害的 1996年11月一天晚上 陈刚 杨正斌 田国强 和一个外号叫大发的新疆人 驾驶一辆五十灵白色面包车 他们尾随一辆从广东往北开的湖南运珠车 途中冒充军警抢劫了这辆车 因为只抢来了七千多块钱 他们觉得不过瘾也不够分的 于是就策划了第二次抢劫 12月4号 他们由长沙赶往湘潭 车里边放有陈刚的密码箱 箱里边装有一支冲锋枪 军用匕首 绳索 还有两套迷彩服 在傍晚的时候 他们把面包车开到湘潭白石箱 一家小餐馆吃了饭 席间呢 陈刚对作案行动进行了分工 吃完饭之后 他们把车开到湘潭市区 沙子岭军分区加油站的旁边 晚上11点左右 许田阳发现一辆湖北的运珠车 说上边肯定有钱 这田以开车尾随 这辆货车用油布覆盖着 正是湖北夏长军三个人所驾驶的货车 车型途中啊 陈刚与大发戴上警帽 换上迷彩服 车沿湘潭县向韶山方向行驶 面包车追上货车 在一个长坡超过货车 迫使货车停车 陈刚手持冲锋枪和大发跳下来 走到货车旁边说 公安查车 贺令夏长军三个人进入面包车 田国强则把货车掉头 开到湘潭市沙子岭路口等候 陈刚把面包车开上了一条岔道停下车 他们三个人用绳索绑住了三名湖北人 用毛巾捂住嘴 面包车开到湘潭县塔岭乡 大郊村的一座山上之后停下 陈刚持枪 大发持匕首 强迫三个人下车向前走 这时候夜深人静 天色阴沉 杨正兵勒住其中一个人的脖子 那几个人那剑撞赶紧跑啊 要命了 刚跑两米 陈刚举起冲锋枪直接点射 两个人被击中倒地 还有一个当场没死 陈刚残暴地用脚踩在他的脖子上 知道他再也不能动他 杨正兵用绳子勒住剩下一个人的脖子 拖出了五六米 叫陈刚帮忙 陈刚对准这个人的头就是一锄头 然后他们把三具流着鲜血的尸体 抬上面包车 由陈刚驾车开到沙子岭路口 和田国强驾驶的货车会合 在行车途中 他们发现最后这人呢 还在叫 杨正兵陈刚用用匕首捅了他几刀 直到他不能坑事了 当夜 两车分开行动 田国强继续驾驶货车向约定地点 陈刚等人呢 处理尸首 在车上 他们用刀把受害人的衣服全都割破脱下来 他们在长潭路和堂乡路段 发现了光蓝井 就把受害人夏长军他们三个人的裸体尸体 推到了井里面 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5号的凌晨了 天快亮的时候 他们在乡村的池塘边 冲洗了血迹斑斑的面包车 然后赶到指定地点和田国强会合 这伙歹徒啊 在车上 竭得现金一万元 1999年元月19号 海丰方面传来了好消息 穷凶极恶 血债累累的陈刚和他的同伙李克俭 在广州市落网了 到这儿 连续四年流窜相悦 频频作案的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 悉数落入了罚网 张子强 叶继欢 还有他们的余党 都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现在网络上 仍然不乏敬佩他们所作所为的人 我们想说的是 罪犯不值得敬佩 血债要用血来尝